第五旧约律法属于特殊启示吗 当然属于了 律法是整个赐下的 西乃山上上帝赐下的 上帝启示摩西 教导摩西 将上帝直接写在法板上传授给以色列百姓 还有一些口传让他记录 包括整本圣经我们说都是神的启示 有些事情是借着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 查考历史的资料 包括目睹了事件记录下来的描述 这个过程也是神的启示 虽然不是直接上帝对我们张口说话 先知只是抄录 笔录上帝口中所传的 以后话所说冒号双引号 然后这个双引号里面的是神的话 启示 透过圣灵在人心里面 精神里面做工记录下来的这个话 也是出于神的话 上帝透过这个记录的话向我们说话 当我们读的时候就明白其中是我要传讲的意思 所以五经里面不是所有的都是直接神说 冒号双引号的内容记录下来 而是参考了一些资料 甚至有些只是描述是吧 亚伯拉恩怎么的呀 他和上帝怎么样 献祭祝坛呢 抖到哪里取妻的 这种描述 而这些事情记录下来 不是神直接讲故事给我们 听的时候神告诉我们 而是在圣灵上帝的作用下 借着资料啊等等 撰写下来了 然后这些内容就成为上帝启示的话 向我们传递 上帝向我们传递信息 有的时候直接命令 那个内容明确指示我们 有的时候是向我们讲故事 或者是向我们透过他的作为 这都是神的启示 来向我们传递信息啊 就约律法当然属于特殊启示啊 就约律法 律法是颁布的吗 是属于特殊启示 序论的时候应该学了吧 对不对 基督教要依捐学了的话 或者是虚论学了的话 这个概念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特殊启示是上帝用非常的方式 讲话显现神迹 道成肉身 记录成圣经 一般启示就是用通俗的一般的方法 我们的良心历史 然后观看神所创造的宇宙的世界 这个是一般的方式 向着一般人传递一般的信息 但是特殊启示是用特殊的方式 向着特殊的人群传输特殊的内容 这会记住了吧 这个内容一定要记住啊 没有做笔记可以问老师要这个视频 然后大家有些重要的概念整理出来 有些概念是一本书里面没有 我是总结整理的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训练